正当张小姐取出了一千块钱时,一名戴眼镜的男子悄悄走到张小姐身后。 这名男子二号不说,拿起手中的刀具,就往张小姐后脑连刺了好几刀。 张小姐被袭之下奋力反抗,不让这名男子更加凶残,举起刀子向他的头部胸部接连筒去。 短短十秒钟内,往张小姐身上连捅了十几刀。 此时,在门口不远处的未婚夫聂先生赶忙冲进来帮忙,穷穷极恶的歹徒拿刀继续捅降聂先生。 张小姐趁机摆脱歹徒,跑到门口大声求援,并立即报警。 附近某娱乐场所的保安健壮连忙赶来,而聂先生也在搏斗中将歹徒手中的刀具打落,并将他紧紧勒住。 保安立即用长棍和铁链帮忙将歹徒制服。 在等候救援的过程中,已经身中树刀的张小姐由于伤势严重,倒地昏迷不醒。 随后赶到的巡警将歹徒控制,而120救护人员也将张小姐和聂先生送往医院救治。 不幸的是,由于张小姐心肺严重受伤,经抢救无效,在今天凌晨身亡。 她的未婚夫聂先生经过紧急治疗,目前暂时,